台湾在今天传出了非常重大的火灾事件 也可以说那是高雄近年来最严重的火灾 夺走了多条宝贵生命 高雄市盐城区屋林大约40年的城中城大楼 在凌晨发生火警 整栋大楼全面陷入火海 1到5楼虽然已经废弃了 但是其中7到11楼有120多个住户受困 消防队出动了云梯车来抢救 不过还是有消防队员在救难过程当中不慎受伤 而火势实在是太过猛烈了 很多的住户根本就来不及逃生命上火场 一共造成了46人死亡 41人受伤的惨剧 叶眼冲天 浓烟直窜 大楼全面陷入火海 火势依发不可收拾 上百名消防人员布水线全力灌救 同时出动云梯车就民众脱困 火警当下120户居民手困大楼 有人在窗边紧声尖叫 还有人闪着手电筒求救 紧销抢救跟时间赛跑 住户死里逃生 但还是有人被农烟呛伤 被抬出来时陷入昏迷倒地不起 推出来的几乎都是老弱妇孺 火警发生在14号凌晨2点 高雄延城区城中城大楼 这栋老旧公寓12层楼高 住户集中在7到11楼 火势向上延烧 当时一名住酒楼的毛姓厨师 睡梦中听见有人大喊失火 和其他住户打电梯下楼 但一打开门全是浓烟 最后到地下室把门踢破 一伙人才顺利逃生 这起火警一共造成46人死亡 41人受伤 火势从凌晨2点开始延烧 直到早上7点才被扑灭 大楼只剩断缘残地 消防人员逐层搜救 将伤者陆续送出 其中一名38岁消防员 抢救过程小腿不胜化伤 安野恶火吞噬多条细命 起火原因势必得详细厘清 据而陈鲜江崇敏 课程号高雄长报导 高雄的城中城大楼 是当地人口中的鬼楼 由于房价便宜 也成了不少经济弱势的 老人家栖身之所 内部年久失修 再加上有不少的杂物堆放 结果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民众联络不上里头的家人 纷纷直奔现场找人 而其中有一名黛小姐 从台南赶回高雄 凌晨3点多开始 急着找行动不便的伤轻 却苦无消息 让她忍不住当场泪捧 爸妈到底在哪里 找了超过12个小时 还没找到 戴小姐心急如焚 情绪再也止不住 见有云梯车在住户脱困 一遍遍小跑步过去 却始终不见熟悉身影 从台南连夜赶回来 从天黑守到天亮 一度跪地祈求父母平安苦守消息 倒不得已心里做了最坏打算 改往殡仪馆 打听生死 一把火从小生长的家烧到面目全非 家人也失联 救难人员马拉松搜救 大楼从7到11楼约有120户 其中七八楼火烧最严重 戴小姐的爸妈就住八楼 为了寻找双亲 朋友帮忙举牌写上门牌 盼搜救人员看见能再找找 同样住八楼下落不明的 还有来自中国福建的一名女子 同乡也到现场集巡 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加上在半夜住户不少是老人家 甚至独居许多亲友找不到人 纷纷急冲现场 电话拼命打 召集等候 这位小姐要找哥哥 虽然全身被熏黑 但幸运搭着云梯车获救 另外这名大哥的姐夫也一度失联 后来在医院找到 却也有不少住户在大火中 失去性命 传出了一名老父亲 曾接儿子求救电话 说躲在浴室 后来也断了音讯 暗夜恶火 住户度过惊恐一夜 家属业焦急了一夜 记者综合报道 好我们继续要来追踪的 就是高雄的城中城大火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监视器的画面也曝光了 火势在关键的三分钟之内 迅速燃烧 导致一楼陷入火海 而警方就根据在网路上发现了 这个PTT的首po 关键po文 以及监视器的时间点 往回推赛 这个起火的时间点 大约是在凌晨两点半 而目前也无法排除人为纵火 因为多个目击者表示 在案发前看到一对情侣在吵架 是否跟案情有关 警方已经约谈他们到案说明了 另外也发现了一名白衣男子 多次的在现场徘徊 有可能设案 凌晨两点四十分 陈中陈一楼突然窜出火光 紧接着几分钟后又再出现一次 第二次闪出火光后 短短不到三分钟内 火势迅速蔓延 一楼堆积的大量杂物成为易燃物 甚至一旁的机车也遭受波及 导致起火点瞬间陷入火海 陈中陈火警关键的影像曝光了 而事发前虽然没有拍摄到人员经过 但整个火警疑点重重 到底是不是情侣吵架 引发后续火警 警方已经约谈就对情侣道案说明 而我们也还原了火警的事发经过 凌晨两点四十分 第一次火光出现 四十三分到四十六分 火势就迅速燃烧 这关键的三分钟 到底烧到什么会是厘清重点 随后消防局货报前来救援 而网络人坛三点零一分 也有网友贴出了第一篇的目击发文 也被警方列为了重要证据 更因此往前推估 起我的时间可能落在凌晨两点半 到两点四十分之间 另外陈中陈大楼一楼到五楼 是废弃店面堆放了许多杂物 七楼开始才是住户楼层 若是看年长住户居多 加上杂物阻碍了动线 住户逃生不易 才会死伤这么惨重 在调阅附近的监气器 发现一名白衣男子 不停在事发地点徘徊 这影中人是谁 警方正全力追弃 因此不排除有人为纵火的可能 消防检查里面 他要实体进去检查 可是他在一二楼就拦住了我们 所以我们的消防员就没办法进去 但是我们有依法 正式行文让他公告 高雄居民的陈中陈在1981年落成 百货隐城都曾进驻 但最后疏于管理而没落 这回一场恶火 不止夺走多条人命 也消除背后重重问题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台中市龙井区的上空 在12号傍晚有民众目击到 有一个不明飞行物体 仔细一看竟然是动力飞行赛 不过由于当地并不是合法空日飞行区 不仅人口稠密 还有很多的高压电塔 如果发生意外 后果不堪设想 至于违规飞行的男子 疑似是台中市现任远景 不过分局出面澄清 当事人有解释 当时是在进行教学 而他只是去帮忙收散 至于到底是谁违规飞行 将配合民航局理清 民众拍照拍到一半 发现远方高空 居然有个不明飞行物 难道是有热气球迷航 从其他县市飘过来 立刻出动空拍机确认 我刚好在附近拍照 我想说那个地方 怎么有一个怪怪的东西 就是不像风筝里 不像空拍机 我仔细看就发现是那个飞行伞 12号傍晚5点多 目击民众拍摄拍到一半 惊见空中居然有个动力飞行伞 惊呼真的很危险 我是觉得那附近电塔太多 飞行伞的下方就是人口密集的住宅区 一旁还有车来车往大马路 最恐怖的就是高压电塔和电线 如果不慎掉下来 后果不堪设想 飞行伞降落路边草丛时 有民众上前关心 而忙着收散的男子还要求不要拍摄 警察会来抓 但经过查证 收散的人居然就是远警 被质疑 知法犯法 拥有合格飞行证照 临行远警还在休假中 但否认是他违法飞行 警方将配合民航局 进行后续调查 要将违规的人揪出 并以民航法进行开罚 最高可罚三十万元 这里是网站讯 台湘报道 请不吝点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Tổ erfahren讯上 明镜头 你说什么 自由 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